糯米蛋 6个咸蛋 100克糯米 100克糯米 糯米 糯米和咸蛋 糯米和咸蛋 其他材料 可以随意配搭 我今天用了部分 纳米糯米饭 1条鸦腸 2只冬菇 10克虾米 糯米浸3小时 冬菇浸软 虾米浸软 虾米浸软 糯米浸2小时 晾干水 冬菇和虾米浸软 可以洗净切碎 糯米浸软 已稍止切碎 横米浸软 可以沸腸 切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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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粒也可以 腊肠和咸蛋网有味 調味時放少一點鹽 1茶匙鹽 1茶匙糖 少許胡椒粉 生抽放1茶匙 半茶匙 蝦米和咸蛋网有腥味 放些薑汁 用刀背 放入冰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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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許油 拌一拌 拌ào 放入冰箱 放入鱃腸 放入咸鸡蛋 把蛋白倒出 小心,慢慢剪開 鸡蛋白 放入鱼肉 加一点馅 蒸 开口向上 不要打横躺下 如果怕它漏出来爆 可以用石纸包包放下去 水滚后转中小火 煮40分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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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爆出来 准备浸 尝试一下 撕的时候有点粒殼 也很好吃 如果你喜欢吃咸蛋黄 又喜欢吃糯米饭 这个蛋一定可以一次过满足你两个愿望